雕草变种病毒的出现导致美国社区传播的速度加快 原定上周到期的驱逐租客禁令 CDC周二再宣布延长到10月3号 约有90%的租房客会受到影响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因新冠疫情对拖欠房租者实施保护的措施 原定上周到期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周二再次宣布延长此项驱逐租客禁令 有消息传出这项声明是在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压力下宣布的 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布什 CDC在声明中表示 延长主要原因是Delta变种毒株的出现 导致美国社区传播的速度加快 使更多美国人面临更大的风险 特别是尚未接种疫苗的人 这项禁令可以让更多人待在家中 远离病毒传播的公共聚集场所 新禁令将持续到10月3号 这将为联邦政府和各州制定租赁援助计划 流出更多时间 错略估计约有90%的租房者会受到影响 不过同时也出现反对声浪 反对者表示 拜登政府缺乏延长现有禁令的法律权利 最高法院法官布雷特·卡瓦诺 在6月就曾经表示 再次延期需国会批准 拜登周二也同时说 新的驱逐禁令将与之前的不同 且公开承认这可能会面临法律审查 这一举措也希望法庭程序展开所需的时间 能帮助到政府和各州 从470亿美元的租赁援助计划中拿出资金 真正援助到陷入困境的租户 美国低收入住房联盟表示 对于数百万即将无家可归的人来说 延长禁令将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目前州和地方政府向有需要的租户 分发紧急租金援助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